Hello, 大家好, 又到9月12日 希望大家繼續收看參謀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和看完影片 利用Superman's Function 贊助支持本人 多謝各位 下一節我應該會回到台北 跟大家繼續做節目 也會公布給大家聽 即是我去了哪裡 我知道很多人都猜過我去哪裡 都猜錯的 我想去到哪個地方 我想就是回去再和大家再交代 那麼現在今天連續幾天 連續幾個節目都是講美國大選 今次都沒有例外 都和大家繼續分析 美國大選最新的形勢 也希望藉過這個節目 可以比較 吊陷式有多些的資料 和大家分享 也將當時9月10日 美東時間9點鐘 在費城國家憲法中心 川普對哈利斯這場辯論的重點 和大家有個交代 同時都講回最新的一些調查 民意調查 以及一些所謂的反響 獨立人士中間派的反響 是些什麼 也跟大家引聲一下 究竟未來會發生什麼的狀況 我們看回辯論的情況 再跟大家做一些分析 首先 這場辯論 大家知道 就是 看來 表面上 好像勢軍力敵 但是 川普說的是常識和見識 哈利斯說的是謊言和廢話 這種這樣的大的框架之下 我們認識這件事 可以逐點和大家分析一下 我的見解是什麼 首先 當然 ABC 美國廣播公司 派出的兩名主持人 David Mill 和 Lindsay Davis 他們都是不公正地介入了 哈利斯的陣營 Fact check的是針對特朗普 而 當哈利斯說錯資料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任何糾正 是吧 特朗普哪裏說過2025年計劃 這一點是最基本的一個方言 還有很多 我會列出七大方言給大家聽 這場辯論是3-1 三對一 就是 David Lindsay 加上 Karmala Harris Karmala 三對一 有沒有搞錯 特朗普發表論述的時候 主持人至少兩次 違反辯論規則 辯論規則是電視台定的 你們主持人違反辯論規則 你想搞什麼 沒有關閉到哈利斯的麥克風 你原先說要答應 關閉哈利斯的麥克風 你不關停他的麥克風 for what 而且兩次 使得哈利斯可以打斷特朗普 而當哈利斯一次又一次 公然說謊的時候 兩名主持人 聽之又不知 不做任何糾正 但當特朗普論述的時候 他們卻貌似公運做所謂的fact check 而特朗普依然靠著他強大的實力 敏捷的反應能力 和良好的氣度 贏得了千千萬萬的觀眾 哈利斯在辯論中散布的謊言 大致有起碼下面七點 一、所謂特朗普制定了極端的project 2025 2025計劃 二、特朗普將簽署聯邦禁止墮胎令 這個完全是沒有這樣的事 三、如果特朗普當選總統 他將會終止憲法 由上任第一天開始實行獨裁統治 這就是左派不斷說的事 真正想做的事的人可能是極左派 第四 特朗普說如果這次不當選總統 他就會發動一場大屠殺 這個講到尾完全是隱喻失矣 是不是 講到能源問題 當時特朗普在做世大會上講的能源問題 絕對沒有講過他上任之後會發動一場大屠殺 就是這些完全是完全是框他的說話 而且是扭曲他的說話 第五 特朗普參與了1月6日的叛亂 這個完全是荒謬的 都講明是Nancy Pelosi的角色 第六 特朗普說 Charlott's View 就是在維珍尼亞 就是我母后的地方 就是Charlott's View 在騷亂事件中 他就講過兩邊都有好人 就是那些3K黨 極端的白人至上主義 那些所謂的想法 他說這些都是好人 錯 特朗普從來都沒有講過這樣的說話 這些透過左派媒體 不斷地去到矯情 殺謊 導致這些事件會發生 難怪呢 然後 搞到最後 在Pensylvania不留 特朗普要承受一些瘋子 去開槍射擊他 彈爛不死 必有後福 第七 特朗普執政時期 創造了最高的失業率 這個簡直是荒唐的 為什麼 那些Fact Check Centers 為什麼這兩個 常常主張要Fact Check的 ABC主持人 不當場糾正 Harris 這個顯然就是 幫他打特朗普 這些謠言 早就被證成是無恥的謊言 而Harris 他在總統辯論的台廣台上 一再重複 性質是極其惡劣的 而Trump也嚴正反駁了所有的謊言 他直至了當地說 Harris是個馬克思主義者 他父親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 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傳授給Kamela Harris 而講到1月6號的話題的時候 Trump就說 他明確要求他的支持者中 和平愛國地 Peacefully and Patriotically 做抗議示威 記者和平愛國抗議示威 他還建議當時負責 國會安全議長Nancy Pelosi 建議布置國民警衛隊 來保衛國會大廈 但擺明 這個左派的旗手Nancy Pelosi 拒絕了這個建議 以事實傷 2021年1月6號 超過100萬人參加的反對 反對偷竊選舉的抗議集會入行 總體上是和平愛國的 即使是有上千人走進了國會大廈 他們是向國會議員表達自己的訴求 這是他們合法履行公民權利 我們深信深層勢力的FBI 派遣了特工混入了抗議的人群 煽動實施了國會警察警民的衝突 特朗普就說抗議活動是和平的 沒有對任何人帶來傷害 反而參加抗議的退伍勞兵 Ashley Barbett 就被失控的國會警察打死了 這個對Ashley的家人 及對所有1月6號抗議集會的外國社 都是極大的一個衝擊 特朗普就說 Harris支持的黑名貴 Black Lives Matter的抗議 由Minnesota的Minneapolis 爆發的抗議才是真正的暴亂 真正的暴亂 而他的VP Pick Tim Wolff難辭其咎 當然現在你看一下這個Taylor Swift 泰勒斯多麼吹捧 這個Carmen Harris 和他Pick的這個Tim Wolff 也知道這幫左膠 基本上所做的什麼 我不理Taylor Swift 大家覺得他身材多好 多美女 多有才華 多有表演天分 這個 another story 我在講一個思想上 觀念上 基本上不值得學習 我也都不像很多人說 Taylor Swift公開支持了 Carmen Harris 表示 哇 贏硬了 很多年輕人會跟隨Taylor Swift投票 各位 這個是荒謬的事 今時今日 你就算 今天你譬如說 你很喜歡聽陳奕迅的歌 我知道到今天都很多人這樣 Eason Chan 陳奕迅說要新疆滅好 你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支持共產黨 不會嗎 是嗎 你可能覺得Alec 都有寄分 奇技淫巧的口技 說要做這個中國的領隊 就可以入到八強 那你說這些荒謬了 你最喜歡他 你是不是覺得他講的每件事 還是對 不會 每個人有自己的想法去做 何況美國年輕人 18歲到28歲的階層 基本上 很大部分都是左派 他們本身已經是這樣 不會受Taylor Swift進一步影響 所以我就說 他只能夠故障 鞏固他原先有的支持者 擴張不到新的支持者 不斷不斷吹 Taylor Swift很重要 例如Kevin Newscombe 即是加州州長所說的話 我會認為 全部是他和左媒 吹噓造勢 利用Taylor Swift的地方 希望做到一個很旺的勢 出來 被Karnel Harris 而實際上的影響是零 或者接近零 好了 Trump就說 即剛剛講過 Black Lives Matter BLM才是真正的暴亂的根源 他們在Minneapolis 縱火焚燒商業街 在Portland 即是這個Oregon的Portland 就是非法佔領了一個街區 倒毀了警察局 Trump就說 拜登、哈里斯當局 開放了南部邊境 即美麥邊境 使得Billions and Billions Millions and Millions 的非法移民 沒有Billions Millions and Millions 的非法移民 湧入美國 他們當初很多是強姦犯 盜竊犯 即是偷東西的 暴力犯罪和毒梟 對人民的生活 有嚴重的威脅 他還說到最近幾天 網路上的新聞 一批來自海地的非法移民 在公園和社區 我記得它是Ohio Springfield 公園和社區 非法捕捉野生的大雁 還有這個雁 飛的雁 還有家庭的寵物 例如Cats and Dogs 然後烹仔 殺了 吃了它 但是ABC的主持人 否認這個是事實 這個是否事實呢 當然我現在是存疑的狀態 當然有沒有吃貓吃狗呢 我不能排除一個可能性 你ABC主持人 How to prove that it is not the case 就是我經常說 You prove the negative 你說從來沒有 美國這麼大的地方 3億5千萬人口 沒有人吃貓吃狗 那些非法移民 沒有一個人吃貓吃狗 那想請問你了 你那個證據在哪裡呢 How to prove that prove your negative So ABC主持人 可以在Split Second 否認這個事實 你憑什麼 你是金腦袋 腦袋裝百科傳輸 天眼啊 上低啊 這個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 事實上有沒有呢 網路上有人這樣傳過 有沒有被捉過 那方面的東西 有待調查 但是肯定呢 這件事不奇怪 我昨天的節目都說到了 有與無也好 重點就是 這批非法移民 導致到對於社會秩序 law and order 非常大的衝擊 不只是文化的衝擊 是文明的衝擊 而這件事的話 如果你接收來自海地的 買家的 是不是 來自這個非洲乾果的 委內水 大部分那些 囚犯啊 息囚啊 毒梟啊 接著有一大堆的 精神病患者來到美國 我想請問你 你會覺得這個 會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嗎 這個不需要用數據來說明嗎 即是等於 我把我拔的糞 放到你家裡 你需要用證據來說明 那些糞會有味道 那些糞是有細菌病毒嗎 不需要我去 不需要這個 用證據來證明 這個是常識嘛 是不是 你開放非法移民 那些移民非法進來 還讓他 在美國那裡繼續 停留 等待這個 正秘的申請 這件事本身是荒謬嘛 趕他走 是不是 要等在墨西哥等到爆 那些人就不會來 所以我說 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個貓尼在哪裡 不是很清楚嗎 談到墮胎議題的時候 Harris拿出他的殺手鐧 扮出一副 卑天敏人的樣子 帶著哭康講出 預先安排一大段的牌比舉 他說 你怎樣能夠 眼白白看著一位 十幾歲的少女 戴著肚子 而不讓她墮胎呢 你怎樣能夠 眼白白看著一個孕婦 流著血 而不讓她墮胎呢 你怎樣能夠 眼白白看著一個孕婦 戴著肚子 冒著生病的危險 長途拔舍 另一個州墮胎呢 這些就是他們說的說法 這些用一些濫情的 愚昧的方式來做事 十幾歲的少女戴著肚子 而不讓她墮胎 如果她是被人判斷 或者她是statutory判斷 那這個情況呢 是一個 完全是另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去探討 就是說 在被人強姦的情況之後 特朗普都說 怎麼會不讓她墮胎呢 是不是 或者你基本上流著血 你不去將那個胎兒拿出來 你就會死的情況之下 現在她們緊急危險的時候 怎麼會不讓她墮胎呢 特朗普有這麼多的reality 這麼多的造勢大會 都說明了 在極端的情況 就是你不墮胎你會死 這個母體會死 很有可能死 或者說你被人強姦 OK 這種情況之下 墮胎是合法的 那你說這些例子 根本激倒不到特朗普 是不斷煽動情緒 利用公眾對於特朗普的政見的無知 的愚昧 而導致到你支持你的看法 特朗普反擊說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推翻了 實施近50年的Rovie V 羅伊蘇維德案的裁決 將會裁定 脫胎的政策的權力 交給各州去決定 有沒有墮胎權 各州決定 我昨天都說過 而且不斷不同的節目都說過 而特朗普主張的是允許 因為強姦 亂倫 以及會對婦女帶來生命危險的 懷孕做墮胎 而他們的主張 卻是極端的 允許到直到九個月的懷孕 都可以實施墮胎 總之一直是很大的套勞 九個月了 臨盤的了 都可以去墮胎 是很荒謬的 起碼有州是真的這樣做的 在提到提振經濟衛會話題的時候 Harris聲稱我有一個計劃 I have a plan I have a plan Let's turn the page I have a plan 就是會術經常說的 他說 他將會為小企業提供50萬美金的免稅額度 鼓勵發展小企業 他將會為有兒童家庭提供每個兒童6000美金的免稅額度 使得這些家庭有錢去購買育兒用品 這些說法 記住免稅額度 deductibles Allowance 這些不是錢給他的 6000美金是免稅額度 即是6000美金 如果乘以稅 我當你收50% 這些基本上不會收50% 當你10% 20%的稅 頂多600元 或者1200美金 你可以做些什麼 杯水車身 就叫做派堂道理 這些派堂 基本上人人覺得開心 但對於整個社會 或者財政的平衡 對於經濟的環境是不利的 50萬的免稅額度 一個小企業 你要收他的 10% 20% 50萬的免稅額度 實際上 你真是代落袋 即是10萬美金 你給10萬美金 你給小企業 有免稅額度 但你基本上 你小企業要賺到錢才行 你賺不到錢的 有什麼意思呢 你當你賺不到錢 賺到錢的 你給他免稅額度 OK 但問題就是說 這些小企業 是什麼小企業呢 全國如果什麼小企業 都這樣攤牌的話 很容易 我在這裡做生意實資的 每個都開過不同公司 將一拆十 你一間公司賺很多錢的 不行 我拆十間公司 每個吸盡 每個小企業的50萬免稅額度 原始這些大公司 根本不需要這樣做 你開一大堆公司來給錢 很荒謬的 即是你做任何的事情 你是給這樣的做法來做 這些叫杯水車身 而且呢 蛇有蛇路 鼠有鼠路 你根本不知道生意怎麼做 對於這個 完全沒有做過生意經驗的哈利斯來說 It's really childish and rubbish and stupid Trump就反唇商機話了 你為什麼現在不實行呢 喂 很簡單 不需要跟他辯論這些 50萬美金的免稅額度 每個兒童6千元的免稅額度 你現在是副總統 你的老闆your boss 是總統拜登 雖然他好像有一個鏡頭 拍到他 戴著特朗普2024的帽子 很奇怪 你不要問拜登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 你就是對一個老人家 這樣的反應什麼奇怪呢 這個已經out of the story 而且 那些左膠就說 不要再說他 但是為什麼他這麼多年來一直吹捧他呢 這個就是我問你 左膠問題就是等於 哈利斯現在提出50萬的小企業的免稅額度 每個兒童6千美金的免稅額度 為什麼你現在不實行呢 Why not now Why not now 是嗎 三點半了 你有沒有推行過呢 我是副總統 你的老闆有沒有跟他說過呢 是不是你的老闆割了你呢 講清楚說明白嗎 你已經執政三點半 你根本沒有計劃 你的計劃只不過是拜登的計劃 這些東西完全延續了民主黨一直以來的一些措施 而這些東西為什麼不做呢 如果你要延續的未來才做 Why not in the past But speaking now for the future 在講到水力壓裂開採石油天然氣 即是fracking的時候 主持人問到哈利斯 這個立場為什麼前後不一 而你的解釋是你的價值觀有沒有改變呢 厚顏無恥的哈利斯秘而不談 為什麼他的立場前後不一 喀大談特談他的所謂價值觀 的values 就是幫助那些生活在困難的人改善生活 迴避問題呀 人家問你為什麼fracking前後不一 你不答 你就說呢 幫助生活困難的人改善生活 跟著主持人沒有再抓下去 問他答問題 特朗普就直接點破了他的虛偽 哈利斯 你有12年反對水力壓裂開採石油天然氣的歷史 即12年anti-fracking的歷史 或者有14年 而哈利斯對水力壓裂的立場的反覆 就是為了選票 他不是說你 他不是說she 就是因為他面向是觀眾 所以說she 這個不是對話 是對於公眾的一種說法 特朗普的說法 就是對於拜登·哈利斯的政權 在國際事務上的軟弱 導致了俄烏戰爭 以哈戰爭 台海危機 並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 在整個過程中 特朗普表現出一個成熟政治家的廣闊視野 對時局的準確把握能力 展現了良好的氣度 沒有去到說粗口 沒有去到不斷在那裡 爐汪汪 很多人說 他說什麼 他說話 收藏眉頭 仇雲炒霧 這是特朗普的招牌 的一種表情 即是說不蝕 但不可以表現出一種非常傲慢的態度 表現出欣賦 願意聆聽 但覺得不同意 顯現出他對於見識和常識的堅持 但是Harris呢 是蘇手弄之 拋眉拋殺眉眼 是孤竹嬌 是悲天吻人 是烈嘴大嘯 一副非常虛偽矯情的作派 是令人無法正視的 辯論 勝負 自有功論 不言自明 大家是很清楚 這件事在說什麼 講到尾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說過 那些人 根本不能夠出去買到麥片 培根 即是煙肉 雞蛋 或者任何其他東西 他們的所作所為 令我們的國家奄奄一息 他們破壞了經濟 他所要做的就是 看看民意調查 在經濟和移民 這兩個最主要領域上面 是多麼失敗 特朗普主持人 這個所謂David Muir 問Harris 美國人是否 是否比四年前 生活得更好的時候 就是 特朗普做出上席的回應 Harris說 他有一個關於 提升美國中產階級 和勞動人民的計劃 迴避了這個問題 即是人家問你 四年之後 美國人民比以前 考得更好 Harris的回答就是 我有一個關於 提升美國中產階級 和勞動人民的計劃 證明就是差 他沒有回答問題 暗時是差 所以他有一個提升中產階級 和勞動人民的計劃 匯備問題 說增加兒童的稅收減免 和對於初創企業的減稅計劃 但剛剛說的 美國中產階級 勞動人民計劃 是什麼呢 大撒幣 而這件事的話 是一件好事 no 他所說的 不是opportunity economics 不是opportunity的 機會經濟學 而是說一種福利主義 影福利主義非常可怕 他要搞的所謂 wealth redistribution 財富重分配 而這件事就是 馬克思主義的本質 是不是 程度 我也上次說過程度有不同 事實上的本質是一致 那當然 這個 Trump 說到 拜登哈里斯政府 縱容了恐怖分子 他們找到普通的街頭犯罪 找到人民進入 允許毒販進入我們的國家 採取很多放鬆邊境安全 允許更多非法移民進入的措施 那麼哈里斯又重申 他將會支持民主黨2024年 早些時候提交給國會的邊境法案 這個法案仍然將會允許 每年至少140萬 記住每年至少 至少140萬 1.4 million 的非法移民進入美國 哈里斯之前曾經表示 大家對於移民及海外 海關執法局 ICE的看法 和看待3K黨的相似 並建議這個機構 應該 從零開始 即是說這個ICE 希望將它 wipe out 在一份美國公民自由聯盟 ACLU的調查問卷當中 哈里斯還表示過 他還支持納稅人 為被拘留的非法移民提供變性服務 這個不是變態啊 還撤銷這個 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的資金 請等我一會 請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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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聽完的電話 繼續和大家做節目 哈里斯還表示 他將會支持納稅人 為被拘留的非法移民 提供變性服務 要撤銷ICE的資金 並支持芬太尼 和其他硬性毒品的合法化 很荒謬的一件事 大家知道 在拜登和哈里斯的執政期間 整個非法移民 是達到了創紀錄的數目 之前白宮改變了 特朗普政府留在墨西哥的政策 並採取其他的行政措施 來放鬆邊境安全 OK 那大家知道 這個情況 我們要很清晰知道 問題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這些 我們對於歷史和經驗 不遺忘的話 就不會到現在 今時今日 有這樣的情況 這件事 大家看到 Lindsay Davis和David Mill 基本上 如何使得整個辯論 是三對一的方式 來處理這件事 好了 在選舉過後 做了一些民意調查 根據Fox News的最新的報導 他說經過禮拜二的總統大選的辯論之後 發現了獨立派 即是所謂的中間派 即是一些沒有固定的政黨偏向的選民 他們和共和黨的支持者 基本上都同樣支持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如果大家重視而沒問題的話 我想這個對於一些中間派 是極為有利 對於他們能夠中間派支持共和黨 支持特朗普 或者支持共和黨參眾議員的候選人 是極為有利的 大家知道特朗普在辯論中 大肆攻擊或者批判Harris和拜登的政權 他們Destroying the fabric of our country with the influx of illegal immigration 即是非法移民 基本上破壞我們國家的基石 而特朗普去譴責拜哈政權 導致了所謂migrant crime 即是移民犯罪的冒起 這個情況也使得很多共和黨的支持者 甚至獨立或中間派的一些選民 是有同感的 Lee Carter 他是一個Maslinsky and Partners的主席 他認為他非常震驚 看到很多中間獨立的候選人 跟隨共和黨的支持者 也同樣支持特朗普 他就說 I was really really surprised 他說非常震驚 Because the intensity of the independent support was there for Donald Trump and I didn't expect it 這個就是他在說很多人支持特朗普 同時這一點大家看到 對於非法移民問題 經濟問題 這兩個I 一個Immigration 一個Inflation 兩個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特朗普未來要去處理的問題 他說呢 也都看得到 未來的選舉 只要focus在這兩個地方 其實特朗普就會贏了 我希望突然的時候 特朗普在第二場 如果有可能的辯論再看 特朗普未講話 未講實會不會第二場辯論 OK 雙方都可能會有 現在Harris 希望有第二場辯論 特朗普是否會跟牌 看回三五日整個民意的發酵 我看回一些民意調查的顯示 特朗普在這場910的辯論之後 發現到他的支持 其實是在搖擺州去增加的 在幾個搖擺州裡面 基本上特朗普都會贏的 即是在奈華達、亞利桑 Georgia、North Carolina 更加不用說 再加上Pansylvania、Wisconston 和Michigan 基本上都會贏 那你說一些民意蘇特的學生 或者你說是有些其他州份的學生 那這些基本上是明白的 但如果這樣說法 特朗普可能以超過300票的選舉人票 贏得選舉 這一場所謂的辯論 他達致的結果就是 特朗普會有輕微的上升 而這件事 大家會看到屬於時間的發酵 不要理這些花花綠綠 例如說你經常專注Cats and Dogs的東西 專注於究竟Taylor Swift是否支持 這個Harris的東西 你當然是side tracking 而且不斷幫人做一些泡沫出來 而這些泡沫會不會最後成真呢 我覺得很有問題 所以我已經揭示了Harris的七大謊言 但今天有多少個媒體能夠正面報導這件事 有多少個媒體是否照根、照抄、照搬 西方左派媒體的報導 有多少個評論人 所謂的KOL 所謂的KOL 你們在賺錢的同事 評論的同事 有沒有注意的事實是什麼呢 這一點就是我非常著重的事了 即未來是怎樣呢 這一點是大家要看回 不是你支持左派和右派的問題 是你所說的建基於事實 而當有些人說錯話 你沒有分清哪些是重要的方言 哪些是不重要的方言 是重要關鍵事實的說錯 還是一些side tracking的事 我經常說Trump是大嘴巴 我不否認他有些事講得太超過 或者講些事不是那麼真實 但就算是講假話 無論是故意的過失的 他講的假話 是不是關鍵事實的假話 而剛剛我講的七點 Harris講的假話 我覺得是關鍵事實的假話 擺明是大風向抹黑誹謗 堅而有之 所以我就說 哪個是真正的 值得尊敬的人 值得成為三軍統帥總統的人 哪個不是 其實已經張張慎明 很清晰的 在整個過程中 我知道 即是在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我是香港 出去外面做評論工作裡面 極少數不極少數 是支持特朗普的 就算你看 有些人引AIT 美國在台協會的前主席博瑞光 也都說 特朗普較不熱衝結民 不利於美國對台政策 我覺得博瑞光這種看法 既誤解特朗普 原會 listen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都有問題 也都用想法 真正不利於美國對台灣政策 博瑞光就是當時對於 加林頓奧巴馬 左派政府 是整個機身格 逃之逃選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代表 他的文章我看過 全都是講 修正 講溝通 講妥協 對中國叩頭 跟著之後 又要硬 硬中而又軟 既競爭又合作 整個民主黨這樣的屎款 這個這樣的 薄瑞光還在大言不慘 竟然 有很多人就說 AIT前主席有講過 你看特朗普 多麼不確定性 多麼不熱衝結盟 對於台灣不利的 會對台灣很大的影響 要收保護費 但是這些說法完全荒謬 怎麼不確定呢 我在節目裡面已經很確定 給你知 特朗普的政策 是什麼 是保護台灣 但要給台灣錢 很確定 唯一不確定是 賠多少錢 說明GDP5% 然後跟台灣談判 有什麼不確定呢 世界上沒有用 可以確定給你聽 所有的事 但基本的路徑就是 保護台灣 不廢除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繼續對台陸行保證 繼續對台灣受 但是台灣要付錢 加保護費 你不加保護費 我不保護你了 你當後面說 我不保護你了 你前面沒有說 如果你不加保護費 台灣誰說不加保護費 所以美國就保護台灣 這麼基本的原則 大家都搞不清楚 是不是奧根有問題呢 吳熱衷結盟 喂 美國現在要結什麼盟 是不是打仗 有打仗呢 如果是的話 結盟 Alliance against Axis 你要準備打仗 Third World War 你是不是想這樣 Armormand Ray 即是重複一次大戰 當時的教訓 你怕不可以大喇喇 說結盟 但是風行草言 今天你要對歐洲貨徵收 收10%的關稅 那他隨隨地給 口上面不斷罵你 但是最後都要服你妥協 這些就是弱者對強者 弱國對強國的情況 美國必定要這樣做 所以他的做法完全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 對於外交知識 地緣政治 國際關係 基本的人性常識見識都沒有 是吧 Taylor Swift表態呢 Taylor Swift表態呢 Taylor Swift表態呢 支持Harris呢 Trump就說 我才不是他的粉絲 Very good 很多人說 哇 你這樣說 很多年輕人不投你票 這些就是策略權益 我說到最後一節 我不喜歡就不喜歡 我喜歡就是喜歡 所以一個人真誠直率非常重要 是吧 這些才是真正的地方 接著你說 Harris呢 說激怒戰術成功得分 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都說 Trump的情緒失守自選 他的情緒如何失守自選呢 如果用同樣的標準 講Harris Harris也都有激動的時刻 90分鐘的辯論 那他不就情緒失守自選呢 所以WASHINGTON POST NEW YORK TIMES 你們講的東西 全部都是講的 Trump有多麼白癡 Trump有多麼變態 Trump有多麼邪惡 Trump有多麼獨裁者 Trump有多麼荒謬絕糧 整個屎 這樣 Trump is a shit 就可以了 所有篇報道都是這樣寫的 但他有沒有真的客觀地評量過 整件事的見識常識 方言廢話 誰說得多 誰說得少 我講清楚 這個才是真正的重點 所以我說這些 左行媒體 看得多的話 真的會壞腦 OK 又說什麼 Harris 猛攻 戰術奏效 激怒Trump 成功得分 這些說法完全荒謬 又說Harris 很厲害出擊 特朗普忙於防守 錯 你看回整個辯論 Harris說的全部是空心的廢話 Trump是攻擊者 他不是防守者 所以我就說這些說法完全是 方天下之大謀 最後簡單講一講 美國眾議院剛剛通過法案 這個有待參議院通過類似的法案 就是合併版本 交給總統簽署 那這個一定是這個總統的任期之內 因為如果你不是這個所謂 拜登的任期之內的話 這個通過法案作罰 因為兩年一次 所以這件事 就要很小心去處理這件事 OK 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 那參議院是否能夠通過得到呢 就看民主黨了 那就是要求撤銷香港經貿版的特權 我希望呢 跨黨派的共識已經贏得到 美國只有一個 跨黨派支持香港很厲害 那要求撤銷香港的經貿版ETO的特權 那這一點呢 那就是激起了中國的反對 就說呢 你們膽敢撤銷的話呢 你們會有預計的後果 是不是想撤銷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呢 我就不得而知了 那他夠膽就這樣做 但問題就是說 共產黨一向都是 港就是天下無敵 做就一民不值 最終什麼要說的 你未必做得到 做得到的 撤銷香港經貿版的地方 是不是現在已經撤銷了呢 No 第一他要過參議院 第二要總統簽署 還要在明年1月20日之前 甚至更加早之前 這幾個月 現在9月 還有10月 11月10月 黃金三個月裡面呢 要解決到這個問題 第二件事就是說 或者就算過了之後呢 也都會給到經貿版呢 有幾十天的緩衝時間 雖然不是說 ETO立即會拜拜 但這件事呢 已經開始發了第一槍了 已經有起色了 那我們希望樂見其成 最終形成了一個新的動態 我們密切住 因為會期很短 就是我們希望 這個會期之內呢 能夠過到這個法案 否則又要由零開始 排次序 不知道排到哪個地方 OK 我們今天說到這個地方 我回到台北 13號呢 晚上的時候 再跟大家做節目